我鼻子不好 我闻不到 他是猫咪的便便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什么东西 吃力的从帐篷走出来 60岁的有奶奶说 自己闻不到味道 但志工一探头却发现 里面不但没味扑鼻 就连被褥都有点发霉了 但这里是奶奶的妻生之所 我老公的家里 他有个也是同母义父的弟弟 然后赶出来就推到水沟里面 身上没有钱嘛 用五倍券包车来这边 我想说这个是我的出生地啊 奶奶敢探说 自从先生去世之后 眼睛几乎全忙的他 没有工作能力 还被小叔赶出家门 无处可去 用谨慎的五倍券包车回故乡 没想到连亲妹妹都不愿意帮助他 没有别的地方去啊 那等于说 但是夜温差极大的山区 迟不时下暴雨 帐篷潮湿发霉 生活环境相当恶劣 这都奶奶眼睛看不清 特地送上拐杖 还有营养的食物 因为奶奶自己一个人 不是吃泡面 就是吃面包果腹 眼睛看不见 连煮个泡面都很吃力 怎么煮的 瓦斯是用摸的 瓦斯罐用摸的 他用切口嘛 为了感受奶奶居住环境 社福团体协助下 帮奶奶找到落脚处 一次复兴了两年房租 并协助她定期就医 对于社工的帮助 奶奶留下感动的泪水 在志工的吸缘之下 终于让奶奶再次感受到 家的温暖 谢谢你们了 今天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订阅